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班營養師 歡迎謝伊芳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好 同學代表五年九班 紅蘇星 蘇星好 班好 六年青班 夏偉 夏偉好 大家好 五年九班的燕麗 燕麗好 大家好 好 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看健康報告欄 好 武器健康APP升級登場了 如果說您對電子報的問題很多 現在我們潘老師是獨家上架 大家可以把位下來補課 打開APP火速搶先邊補課 更多精彩內容 請大家先下載或者是更新 對 好 我們知道現在21世紀 有很多的文明病 以及流行病 是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到的 跟非傳染性的流行性疾病不一樣 比如流感不一樣 這個是非傳染性的 排名第一的是心血管疾病 換句話說心血管疾病 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都是一個國民嚴重的問題 那排名第二的呢 竟然是鼓松耶 鼓松 對 是鼓松耶 表示說大家搭配著心血管疾病 到了中老年的時候 鼓松就嚴重起來了 我們今天要好好談一下 有關於鼓松跟怎麼這個補鈣的問題 好 那考考三位這個 幾乎都是五年級同學嘛 什麼叫幾乎都是五年級 真的 瘦子是高危險群啊 真的 瘦子是高危險群啊 是不是瘦子高危險群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這個我到底不知道 主任為什麼瘦子是高危險群 他的骨本就不夠了 這個經過統計出來就不夠了 那這樣我骨本最棒啊 真的嗎 應該是這樣子 有點肌肉的啦 那個骨架子大的啦 我有肌肉 不是 主任講的重點是要肌肉 要撞 撞跟胖 音差一個注意應該不一樣 對對對 我自由自知之明 好 那現在問同學 我們今天在哪一點呢 來 好 第一個問題是 好 臉上皺紋多表示骨骼出了問題 骨本正在流失耶 臉上皺紋多竟然跟這個 我們的骨本有關 好奇妙喔 不一定 對 對 兩位同學都認為是對 那我們先從那邊來開始 艷莉為什麼認為是對呢 因為 皺紋多 骨鬆就嚴重喔 因為我44歲 我臉上沒有一絲皺紋 我覺得我的骨本呢 非常的強壯 妳有去測嗎 我其實那個密度還不錯 妳為什麼不一定呢 蘇青 因為其實這個是之前剛好 我要記錯是耶魯 還是哪一個大學做的研究 那他們就發現說 好專業喔 好專業喔 他們以那個更年期後的婦女 去做研究 就發現他們臉上某些部位 不是所有的皺紋 好些地方的皺紋啊 其實跟他的骨質疏鬆度是成正比的 真的喔 那尤其是哪裡呢 他們就發現就是說 頸部的皺紋 比如說這頸部皺紋非常的深 頸部皺紋多喔 那有些認為說眼窩目睛的 真的都沒有耶 因為這個目睛可能是代表他 尤其是在更年期後 他骨質大幅流失到 造成他骨架有點吸收 所以他支撐力不足 所以他才變成那麼嚴重 所以他就有建議說 其實看到這個可以注意 是他那個地方的骨頭 骨頭有一點縮了 有點縮了 所以這個就皺紋突然變成 皺紋就出來了 所以不是所有的皺紋 也不是所有年齡層的皺紋 都表示你骨鬆 而是他們針對特別族群 特別部位的皺紋 不一定耶 那潘老師先幫我們解釋一下好了 肅清剛剛有提示一下 是耶魯大學的研究 那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找的是更年期的婦女呢 114位 所以那你的題目原來 沒有提到年齡層 對 沒有 所以因此呢 你剛剛舉盧彥莉的例子 就不對了 因為他還不到更年期 還沒到 快了 但是至少 至少還沒停經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就是說我們科學家做研究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前提都要講得很清楚 精確一點 對 他是 這個更年期的114位 那當時他比對的時候 確實沒錯 就像那個剛剛 肅清講的 就是 比如說以我們眼框股來講 如果我們眼框股 如果退化的比較厲害 股中比較厲害 吸收掉 那在這邊的前額的皺紋就會增加 因為我眼框股退縮 所以我前額的皺紋就會增加 當時他們研究的時候發現說 確實有這個現象 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研究裡面 如果皺紋的嚴重程度 跟他用一個叫做 雙能量X光吸收衣 這是目前我們認為 最準確的一個偵測股密度的方法 確實發現有一個正相關的現象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有一個 我經常講的例子 就是我到雲南昆明 去看很多女孩子 他們因為距離太陽比較近 緯度比較高 所以他們日曬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大概三四十歲的女孩子 皺紋就非常嚴重 我看到他 我以為他是阿嬤 結果他還沒結婚 我實在沒辦法接受 一個還沒結婚的人 皺紋那麼多 但是那個就是光害 但是他的光害 他的皺紋高得不得了 我跟你講 他可能一點鼓鬆都沒有 因為他經常運動 而且他是因為光害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有些女孩子 就像剛剛我們劉主任講到 有些女孩子 整天怕太陽曬 對 他把這邊保護得好得不得了 甚至還這個除皺啦 拉皮啦 對不對 整天不曬太陽 我跟你講那個鼓鬆 可能非常嚴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很在乎 他的臉部保養 防曬防到過頭了 結果呢 體重輕到不行 又不運動 又不曬太陽 那個就很嚴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 雖然可以說 在這樣的前提下 可以這樣說 但是其實你用到 日常生活當中 根本完全不準 了解 也就是說 不能說所有的皺紋 都跟鼓鬆是有關的 只能說部分的皺紋 的誕生 可能是 背後的原因是 骨質疏鬆 比如說呢 這邊舉的例子 皮膚和骨骼 都是由膠原蛋白之爭 如果皮膚皺紋 又多又深 可能代表了 部分的骨頭 也可能缺少膠原蛋白 因此骨質密度 是降低的 在臨床上 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人皺紋多 看起來 可能猜測 他骨質比較疏鬆 然後去測 看看 就真的疏鬆嗎 皺紋多 大概就是代表一些 可能有點上年紀的人 那剛好去組織疏鬆的機會 現在因為我們 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我們已經都步入到 高齡社會了 我們看到高齡社會 現在年紀大的病人 這個很多 八九十歲 常常都很多皺紋 然後我想 這種多多少少的病存的 這個骨質疏鬆 這是病存的嗎 對 骨鬆跟皺紋多 是中老年人的跡象之一 對 那可能是不是跟 我想這個 膠原蛋白 可能骨頭啊 跟皮膚下面的 可能 沒關 或者是個人的體質 可能有一點點關 也可能沒關 我想可能是一種巧合 今天就是說 你皺紋 還有就是說 可能跟這個骨鬆 都是退化的問題 對 因為講老話 就比較不好聽 今天就講退化 都是因為退化產生的 我覺得現在更不準 因為有皺紋的 都去除皺了 都看得出來 對 可是沒有 他們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因為骨架子的萎縮 你去用肉毒 或什麼除皺的效果 是很差的 因為肉毒是 你淺塵的這些紋路 這些動態紋 可是你這個是整個的鬆垮掉下來 因為你的骨支撐沒有 就整個掉下來 所以通常這種人 他去用肉毒 或是去用這些除皺霜 效果是很差的 他反而要考慮的是 現在比如說一些支撐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做 比如說他們叫液態拉皮 之類的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在裡面建立骨架 所以現在他們新招就是 如果針對這種已經開始掉下來 它是骨架 而不是繃緊它的那個 所以做法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本來是骨架鬆了 骨架掉了 它現在要把它吹起來 下巴鬆了 好 第二個問題來了 這可能就比較有關聯了 女性常抑鬱 也就是常常憂鬱 憂鬱症 憂鬱症等等 是不是容易骨架疏鬆呢 這兩個的相關又是怎麼樣呢 應該會吧 不一定不一定圈 因為你還是圈 對啊 因為女生如果心情不好 有憂鬱症的話 她一定不常運動 不喜歡去戶外 那她可能就是 也不喜歡吃一些營養保健食 真的嗎 那不是你啊 你這樣可以很怪 所以就骨架疏鬆 好 故且一聽 下回 抑鬱跟骨架疏鬆好像關係 應該沒有那麼大吧 不知道 對這完全不了解 第一個我不是女的 不過我看我媽常常沒事 就罵我爸 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 應該戰鬥力十足 活力十足 發出來就沒事了 對對對 好 那肅清呢 你又要搬出什麼研究嗎 因為我覺得有幾個想法 一個其實我原意你講的很有道理 如果是我抑鬱 我可能活力差 活力差可能就不喜歡運動 因為我在家裡 就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以前有發現 日曬也可能跟情緒有關 太陽曬的少的人 有的時候 有沒有在那個北歐 他們永驟的時候 永日 永驟的時候 不是他們就會那個 永夜的時候就憂鬱 對不對 永夜的時候沒曬到 所以沒曬到 第三個是如果他真的憂鬱 對 他們好像發現有一些抗憂鬱症藥物 長期服用也會造成鼓松 真的 所以 表示也有可能是陰 也有可能是果 也有可能一起在 所以這兩個關係 還有點密切 心裡沒有了陽光 那更多是外頭的陽光 所以換句話說 鼓松還不見得完全 跟食物有關 跟食物有很重要的關係 但是跟一些其他的人格特質 可能是有一點關的 好 三位專家幫我們舉一下牌 是不是也是又圈又差不一定 這個全部都是圈 全部都是圈耶 好 好 那這個主任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呢 這個抑鬱 或者鬱鬱症 或者憂鬱症等等 它跟鼓松的關聯究竟是什麼 我想這個剛才跟也講了很多 這個跟活動力很有關係 那活動力好 那剛剛我們真的會後面講 怎麼樣運動 可以預防 骨質疏鬆 那憂鬱症 除了這個呢 還有這種病人的 他的身體裡面的內分泌 荷爾蒙 代謝都有問題 這些都會影響到 骨質的這個 蓋的一個吸收 所以加上荷爾蒙 再加上活動力 窩在家裡 心情不好 那這些都會 都會影響到這個 像這個 憂鬱症和黃體素 和生長激素的濃度都降低 有關係 這都是骨頭變得很脆弱 所以內分泌的一個影響 加上活動力的影響 他根本不願意動 他骨質就慢慢慢慢的疏鬆 所以 憂鬱症 可以跟他講說 是一個惡性循環的 真的喔 一個人不動 我們為什麼要運動 動可以 克服這個憂鬱症 為什麼 運動的時候 他腦袋裡面 會分泌一種 那個荷爾蒙 會讓他情緒比較高 還可以治療 所以越不動 越憂鬱 那產生的內部的 荷爾蒙的改變 會更影響到 他的骨質疏鬆 了解了 所以換句話說 雖然這個是心理因素 但是會影響到 生理方面蠻嚴重的 那其中有一個關鍵 是一種荷爾蒙 叫做可體松 潘老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可體松 在我們身體 這個發出來以後 可體松會降低 我們身體很多的支出 那其中有一個支出 就是會降低 這個骨質的這個密度 那為什麼 它中間的關聯是什麼 你講講一定很棒 來 我覺得這個 隨堂考 我覺得這個 隨安德厲害 問到關鍵 當我們有憂鬱的時候 根據我們現在 醫學研究顯示 憂鬱的病人 通常都是因為有外在壓力 才造成的 我們雖然有研究過 雖然有那種 基因遺傳的那種 憂鬱的因子 但是通常 它還是要有一個外在壓力 而只是這個外在壓力 比別人的壓力來的弱 你就可能產生憂鬱了 比如說股票被套牢 什麼女朋友跑掉 或者什麼配偶死亡 食物不合 或者是高度疾病 所以通常要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當壓力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泌一個壓力荷爾蒙 而這個壓力荷爾蒙 主要來自於腎上腺 而最有名的就叫 叫可體松 所以可體松是壓力荷爾蒙 它是一個壓力荷爾蒙 而這個壓力荷爾蒙的release 就是你在一個很強大的壓力下 可體松是先release的 那release之後呢 在強大的壓力 一直不解決之後呢 產生了這個憂鬱以後呢 當然最後可體松也會變低 但是那不是在最前面 是在最後面的時候 等於說我們整個腎上腺崩潰 就壓力全部崩潰的時候 它也會全部變低 但是一開始都是濃度非常高 在一個緊繃壓力下 可體松是很高的 那可體松很高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會造成我們鈣質 留不住在骨頭裡面 而且我們使用鈣質的能力 也會下降 對 所以因此它會造成骨鬆 而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Colysol在身體裡面呢 就是我們身體的類固醇 就是我們的steroid 所以我們因為科學家 已經研究到就是說 當壓力來臨的時候 我們本身會分泌類固醇 會壓抑免疫反應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對 對抗獅子 對抗老虎 對抗敵人的時候 對 我們並不希望 我們這時候身體受傷以後 就造成很大的發炎反應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需要抵抗外力 對 就讓你不知道痛 不知道這個生病 還猛打 可是我跟你講 只剩一個目的就是生存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可是等到你退下來以後 你會發現說 哇靠我怎麼這麼痛 我怎麼腫得這麼大 好好瞭解 所以那個時候的這個 內固醇 內生性內固醇分泌 主要是讓發炎反應降低 讓你能夠是對抗外力 但科學家後來發現說 原來身體裡面 我們有自己一個 對抗發炎反應的東西 壓制免疫力 所以後來我們就 模擬身體的內固醇 就是內生性的內固醇 我們外加內固醇 所以壓制免疫反應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你長期使用內固醇的時候 就如同你長期可體鬆 非常高濃度的在身體裡面 所以長期使用內固醇的人 會怎樣 比較憂鬱嗎 骨鬆 會骨鬆 會骨鬆 所以因此呢 這一個就幫你黏在一起 就是說 你是因為壓力在身體裡面 造成內生性內固醇 濃度變高 而使得人類對於鈣質的 這個使用力 跟骨頭留住骨本的能力下降 所以逐漸產生骨鬆 跟你外加內固醇 長期壓制免疫反應的人 比如說免疫性疾病的人 或者你自己亂吃 到什麼廟口 什麼登山口 什麼亂吃 那種什麼骨頭痛的那個藥 會造成骨鬆 意思是一樣 所以這樣你就連在一起 這裡講的是 女性常常抑鬱 男性也一樣 那男性也是一樣的 他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女性 男性也是一樣 因為女性在停經之後 荷爾蒙就那個會流失 對 然後骨質疏鬆通常 女性比較嚴重 因為男性 因為天生是 我們要打獵啊 狩獵啊 打獵更甜啊 什麼的 這骨頭本身架構 是不是女生要 稍微強一點了 好 那接下來來看看 男女的不同 我們來看看 男生女生 就有什麼樣的不同 男生女生的 骨質疏鬆不太一樣嗎 為什麼是不一樣的呢 我們先進廣告 好不好 廣告回來之後 告訴你男女大不同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為什麼我們常聽女生 尤其是更年期以後的 中老年的女生 好像骨質疏鬆 好像比較注意 都沒有人提醒說 我們男生要注意骨鬆 是不是我們本來男女 在骨質方面 就比較不一樣呢 我們請主任來告訴我們好不好 男女真的大不同嗎 我們知道這個骨頭裡面的細胞 有死骨細胞跟造骨 一個吃骨頭 吃掉壞的 一個造骨細胞 那男的女生 在這兩個細胞方面不一樣嗎 還是本身媽媽生下來 我們男女就不一樣 這個骨頭啊事實上 它是有新陳代謝 我們看到骨頭好像是 這個大樓的一個水泥一樣 事實上它是裡面有兩種細胞 一種死骨細胞 死骨細胞 就把舊的細胞把它吃掉 但是還要造新的出來 新的 把那個洞要把它彌補起來 在年輕的時候呢 這剛好就達到平衡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骨質疏鬆 不會有骨質疏鬆 但是如果死骨細胞的作用 比較強 造骨細胞比較弱 那這個骨頭就慢慢慢慢就鬆掉了 所以這個骨質疏鬆 就是因為這兩個東西不平衡 那所謂女性的 這個我們骨質疏鬆 我們分成兩大類 一種是原發性的 原發性的分成兩個型 第一型的就是 停經後的婦女的一種骨質疏鬆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年紀大的 老年性的骨質疏鬆 那是男性屬於老年型的 另外一種就是刺發性的 就是有原因的續發的性 那譬如說剛才講的吃類固醇 或是某些藥物等等 它引起來的骨質疏鬆 但是男性的骨質疏鬆呢 剛才講的就是說年紀大了 它這個造骨細胞不夠了 是年紀大的關係 年紀大了慢慢少了 那跟這個內分泌 這個男性荷爾蒙 對 男性荷爾蒙有關係 骨質製造的速度也變慢了 那同時還要加上 大部分都會加上一種 續發性的這種骨質疏鬆 譬如說年紀大了 腸胃道吸收不好 吸收鈣不好 或是用類固醇 很多種原因引起來的 所以男性跟女性基本上不一樣 女性荷爾蒙一停掉 他骨質馬上疏鬆 男性的 男性荷爾蒙呢 少 他是慢慢慢慢的少 他不會明顯 所以男性的骨質疏鬆呢 發生的比女性要晚一點 所以基本上不太一樣 我們請一方老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男性為什麼這個 啤酒度的男人 也就是說 可能過度肥胖了一點 都在中圍中間這裡 中廣的男性 中廣的男性 也比一般的男性 骨質疏鬆嚴重一點 一般有啤酒度的男生 他體內殼體鬆的濃度 也會比較高 他其實還有發覺 有就蠻有趣的 就是說你愛吃比較 就是說 一般來說 當你殼體鬆多的時候 你的脂肪是堆積在哪裡 堆積在你肚子旁邊 所以你看你愛去夜店的小女生 然後呢 就是晚上又睡不好的人 他其實都是中廣身材的 就是跟體內的殼體鬆比較多 所以啤酒度的人通常都是 殼體鬆含量比較多 而且他比較有點女性化的傾向 所以像65歲以上的男生 更容易發生骨折 當然 而且肥胖的男生 鋁患骨質疏鬆症的 幾率又更高 又更高一點 那真的是有這個研究 是發覺是真的是 肥胖的男生比較容易骨鬆 他透過電腦研究的掃描發覺 年齡跟BMI值對於骨質密度 並沒有影響 但是腰間的肥肉呢 卻會影響骨質密度 對 腰間醉肉過多的男人呢 不僅會讓自己成為 驢患高血壓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險群 而且發覺他們容易 驢患骨質疏鬆症 又多一個 三高多一個骨鬆 中廣要特別注意 所以像最近他國健局是 規定說我們公普不能喝甜的飲料 我覺得那個是個非常好的建議 我也覺得很好 公務員怎麼都反彈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公務員如果身體不好之後 他生病之後呢 也要我們全面幫他買單 因為我們要負責他很多很多的費用 好欠保 所以就是說希望我們公僕們 還是少喝點甜食 因為你的健康會影響到我們的荷包 我們知道三高是一個問題 三高又加上一個骨質疏鬆 這倒是我們比較沒想到的 那在食物方面呢 我們要存骨本對不對 我們剛剛提到一些外在的表征 還有殼體松等等 那在食物方面 基本上我們知道 他跟鈣的補充還有維他命D 是有很有關係的 那我們剛剛說上天不照顧我們 我們就自己要照顧自己 那我們要怎麼樣存骨本比較好 那怎麼樣不要這個浪費掉骨本比較好呢 要在哪些食物方面攝取要注意 好 存骨本的話 當然是鈣質最重要 那鈣質譬如說現在裡面有很多鈣質 像一些豆腐之類的黃豆製品 不過這豆腐一定要用石膏做才有用 如果不是用石膏做是沒有用的 傳統做法 對 像一般盒裝豆腐其實是沒有用的 嫩豆腐是沒有的 芝麻一定要加個黑芝 黑芝麻才有用 黑芝麻 還有紫菜沙定魚罐頭 這些都是含鈣質比較多的 那牛奶呢 牛奶也是一樣也是含在裡面 對 那這邊倒是有個比較有趣的 到底鈣質要吃多少呢 我們可以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非洲人其實鈣喝的 牛奶喝的很少 可是非洲人有沒有骨鬆 沒有 很少 對 可是美國的牛奶喝很多 美國真的很多鈣片 可是有沒有骨鬆 還是有骨鬆 所以表示說裡面還有其他因素在 譬如說像維生素D 像非洲人愛曬太陽 所以呢 因為他維生素D含量比較多 所以比較不會骨鬆 那除此之外 另外還有 不是愛曬太陽 是太陽無所不在 沒辦法把他躲 遇去下來 沒地方躲 對 剛才劉主任有講過 有一個石骨細胞 一個是皂骨細胞 對 我們骨頭有兩個細胞 那最近有些研究比較有趣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認為是說 吃Beta胡蘿蔔素 或者說 甚至你吃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 能夠預防骨鬆 他發覺這質化物呢 事實上可以調節 我們所謂石骨細胞 跟皂骨細胞的平衡 真的啊 譬如說他們像有一樣東西叫做 乾的梅子 那乾的梅子 譬如說它裡面還有一些花青素 他發覺這花青素 能夠讓我們一些皂骨細胞 然後跟齒骨細胞的平衡 獲得平衡 所以平常我們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的話 可以減少骨鬆 那跟我們身體的酸鹼度 其實沒有關係 那你學生說 是不是因為有多吃肉 身體成酸性 所以造成骨鬆 其實不是 而是跟我們所謂的 多吃直化素有關係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說 故意吃一些寒鹼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乾的梅子是那個化梅 不是啦 不是化梅是乾的梅子 乾的梅子 不是酸梅 不是喔 我們有時候 我當時是想 是不是我們中醫說的 所謂的黑棗啊 有幫助 可是發覺黑棗是熏黑的 不算 它是乾梅子是紫色的 就是像我們那個 像Pram 家中蜜藻一樣 家中蜜藻 類似那樣子的 了解 像一些他們說 補充維生素C 其實也是有幫助 其實我發覺維生素C 也要選擇 最好選擇橘色系 維生素C比較有幫助 橘色系的 流程目光 因為它是橘色系的 因為橘色系 順便可以補充 所謂的類胡蘿蔔素 因為發覺類胡蘿蔔素 就背到胡蘿蔔素 比較多一點 也是可以減少古松的發生 橘紅色類的 像他們發覺 橘紅素 橘紅素裡面的那個 抗 抗氧化素裡面的橘紅素 橘紅素也可以預防 古松 那建藍菜呢 因為裡面也有 鈣質也有維生素C 菜心呢 這些也都適量 也還有鈣質 那草莓也是有花青素 那奇果是維生素C 所以基本上我們選擇橘色系 或是說紅色系 那這些呢 都能夠預防古松 所以廣東人說 吃芥蘭可以補骨頭是真的 對 因為芥蘭本身 鈣質量很高 芥蘭也是多 對 那另外呢 如果說要純骨本的話呢 盡量不要吃哪些東西 哪些少吃 譬如說像高鹽的食物 還有高脂肪的食物 煙 酒 咖啡 茶 這些盡量不要 不要吃過多的肉類 還有一些加工食品 因為最主要是蛋白質過多 尤其他們發覺動物性蛋白質 攝取過多的話 比較容易骨鬆 那過甜的食物 也會容易引起骨鬆 那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維他命D 越來越研究 維他命D跟鈣 是非常有密切的相關 那哪一些食物 我們能夠得到維他命D呢 好 其實維生素D 大概只有幾樣食物裡面有 第一個是魚類 第二個是菇類 第三個是蛋奶類 其他食物裡面 幾乎沒有什麼維生素D 那譬如說像魚類的話 我們可以看烏魚跟烏魚子 烏魚子裡面就維生素D 含量很高 烏魚子是跟很好的來源 那還有安康魚乾 這更高 對 安康魚大概大概 大概有沒有吃過 安康魚乾 日本料理店有 日本料理有 對 有時候 他會做一些魚乾給你們吃 那有時候是生吃 那安康魚乾 他的那個維生素D 含量也很高 像鮪魚的話 你發覺就 鮪魚有個特色 就是說肥的鮪魚裡面 含維生素D比較多 那瘦的含量比較少 對 那鮭魚的話 他發覺肉越紅 其實維生素D含量越多 那其餘也是油多的話 維生素D含量多 鰻魚也有 因為油多也是維生素D 所以基本上 你要吃維生素D的話 要吃油比較多的魚 可是老師啊 有這個補了鈣之後 你的膽固醇也來了 對啊 對 譬如說像安康魚乾 像烏魚乾 對 那雅方問得很好 那怎麼辦呢 那擔心的話 其實我發覺 吃菇喔 對 菇有幾樣菇 我們發覺就是說 為什麼中醫老師說 吃白木耳可以補膠質 可以預防骨鬆 事實上發覺白木耳乾的話 白木耳如果乾的話 哇 好高喔 三個兩倍 好高喔 含量很高對不對 黑木耳是435 所以為什麼是說 中醫的骨疾是認為說 白木耳可以對骨骼有幫助 我們過去一直把重點放在 白木耳沒有鈣啊 怎麼可能 後來發覺原來它是含維生素D 含量比較低 對 所以這兩樣明星食品 是 黑木耳 白木耳 對 相對的香菇呢 跟五菇呢 含量並沒有那麼多 可是記得白木耳一定要曬乾才有用 因為 維生素D也要引起 也要需要日光 有日光之後含量還比較多 對 就銀耳蓮子湯這樣嘛 對不對 難怪我奶奶都沒有 沒有那個 骨質疏鬆 我們家長輩都沒有 因為他們都很愛喝那個 銀耳蓮子湯 對 真的 所以以前為什麼大陸北方 一直要喝白木耳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北方的熱曬不夠 對 所以他們用白木耳來保養 所以從那裡喝了 對 你看現在其實維生素D含量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對 沒有高 其實蛋黃裡面有 可是蛋黃完全沒有 如果說要補充 如果說要補充維生素D的話 要吃蛋黃 那當然最好是白木耳 所以看起來這張錶呢 告訴我們 吃這個還不錯 對不對 吃這個有一些油脂的問題 吃那個還不錯 潘老師有沒有要補充 歐美各國 他們在牛奶裡面是強迫添加維生素D 強迫 對 強迫添加 那些維生素或者是這些礦物質 是他們有做過討論跟研究的 那所以因此呢 在美國它的牛奶是 維生素D高的原因 是因為有添加 但是台灣是沒有添加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看文獻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因為你如果說 在歐美的文獻發現說 它牛奶含D很高 那是它添加 對 所以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支持謝老師的這個數據 就是說 如果是你正常的牛奶 他維生素D是沒有那麼高的 沒那麼多 對 那另外再提到 就是剛剛你們那個研究 提到65歲的這個男人 這個要非常注意的是 我們男人更年期 他的一個症狀就是骨鬆 真的啊 男人更年期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個 沒注意到耶 因為女性更年期是骨鬆 男生更年期也是骨鬆 我以為沒症狀 有 有 如果你要評估一個男生的更年期 其實骨鬆是一個非常重要 評估的一個標準 因為大家都通常很喜歡 用什麼性欲或性功能 來評估男性的更年期 其實那個只是一部分 了解 真正評估的時候 我們還會評估 他是不是有貧血 他是不是有骨鬆 另外還有就是他的這個 身體裡面肥肉的量 所以因此你剛剛看到 65歲的男人 他的肥肉量 尤其特別是在腹部的肥肉量 跟骨鬆 其實就是更年期的症狀 那原因是因為男生的 這個雄性激素變低了 也就是跟更年期有關係 那女生的雌性激素變低的 也跟更年期有關係 所以其實這一題就是告訴你說 當你年紀到了這個時間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你有骨鬆 又有發現你有肥肉增加的情況 那就是更年期來了 對 那就是更年期 如果這時候去抽血 測他的這個雪中雄性激素的量 說不定他就是已經達到 所謂更年期的標準 但是剛剛劉主任也特別提到 男生最高的雄性激素的時間 是在30歲 是最高的 然後從30歲開始 每年以1%的速率往下遞檢 但是每個人遞檢的速度又不一樣 因為他有跟壓力啦 還有環境的關係 所以他的下降速度每個人不一樣 那通常到達40歲以後 就有男生有更年期的症狀 只是說比例不像女生那麼高 女生是只要在50歲 停經之後 每個人都是更年期 每個人都是更年期 但男生不是 男生從30歲開始往下降 以1%速度降 到40歲到70歲這段時間 大概我們台灣初步估計 有33%的男生 是有更年期症狀 但是70歲以後 大概就差不多都是了 大家都跟完了 都差不多跟完了 就是你 你在慢70歲以後 就跟完了 所以跟女生不一樣 所以女生在50歲停經前 持激素的濃度一直都維持很高 因為他什麼 要生育 但是到了更年期後 上帝不再照顧你 不管了 sayonara 拜拜 就掉下來了 那男生自從30歲開始 降到什麼時候會出現症狀呢 就由骨鬆跟肥肉來看 所以包括性育跟性功能都會看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 就科學家最新的研究顯示 性育會跟著雄性激素的濃度下降 是有關的 但是性功能卻不會 性功能會一直維持到 它非常低 就是到雪中100cc到200那一刻 200nm以下才有可能影響到 否則正常的話 男生大概200到800之間都是正常 也就是說我們不想 但是硬做也可以 對不對 因為性功能還算 所以才會有什麼 威什麼 功能都在 功能都在 所以現在他們現在有一些是 專門補中那個搞不同 就是因為說你其實功能在 只是你會想 所以他們就知道那個 可是他剛才講那個事情 讓我想到 其實男生的更年期 有些地方跟女生真的很像 除了骨鬆啊 很像的 肥肉多啊 然後那個 另外就是說他們發現睡不著 他們發現失眠也是常見 另外因為之前有一個醫生說 他有一個患者很有趣 那個患者在他們當地 那個精神科診所看很久 他失眠的症狀一直看不好 就一個熟齡的男性 然後想說這個人的安眠藥 怎麼這麼沒效 結果後來他就遠赴 從台南喔 還是在高雄 跑到很遠 跑到北部來找醫生說 南部的醫生都治不好我的失眠 我聽說你很有名 我來找你 就一問一問 然後一開始回去 你說你也沒好 這麼有名也沒好 你知道嗎 但是又去說你沒笑 後來他就說奇怪 然後他老婆 這次老婆一起來 老婆就形容說 他也很奇怪 睡不著 一晚冰來冰去 然後三晚幾年了 就說他很容易流汗 然後患者 然後這醫生想說奇怪 倒汗這個超紅 這不是又更年期嗎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說不定是男性更年期 所以他這次除了安眠藥之後 他給了他男性更年期的藥物 結果他就說 以前你是在神醫 就好喔 就變神醫了 還是這樣 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 其實你們不用把男性更年期放進去 其實這就是男性更年期 就是更年期 非常明顯的症狀 對 所以當你男性 這全部都合在一起 當你男性更年期來的時候 雄心技術不足的時候 肥肉就增加了 對 那肥肉增加之後呢 就骨鬆就來了 所以骨鬆跟肥肉根本就跟男性更年期 所以一定有關的 對 所以啤酒度男人 假設那個年紀也到了 骨鬆全部都是跟更年期 對啊 而且你又65歲以上 對對對 沒錯 好那接下來問同學一個問題 好不好 問同學一個問題 我們在食物上面呢 從小就被教說呢 吃骨頭 吃骨補骨嘛 對不對 吃腎補腎 那如果我們喝大骨湯有沒有 說那個豬骨頭這樣熬熬熬熬熬成白白的 就覺得好像是不是鈣已經在到 到湯裡面了 那我們喝大骨湯來補鈣 有沒有效呢 嗯 沒效 不一定 沒效 好那我們喝大骨湯究竟有沒有效呢 那另外呢 也有人發明說呢 一個方法就是把那個雞蛋蛋殼 泡在醋裡面 那那蛋殼 鈣殼多了吧 然後融化掉了以後 因為醋濃度高 融化掉了以後 我們把那個醋再稀釋一點點 就把它喝掉 那這樣能不能補鈣呢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就告訴你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大骨湯來補鈣是不是有需要呢 好結果這個肅清堅決的打了一個X 只有這個夏偉 男性代表 你是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因為他不知道 也可以 還是你不知道 小儀不知道 不一定的話 是那個XX是因為剛才那個 可以補鈣的那邊那個籃裡面 沒有看到大骨湯 沒大骨湯 對 那圈圈這個地方呢 是想我們一般燉大骨湯 不會只有大骨吧 應該也會加一些什麼 那個木瓜啊 木瓜啊 然後還有 木瓜燉 對啊有啊 男生也可以喝啊 大骨湯加木瓜 還有加紫菜啊 小魚乾啊 都有可能啊 應該不太會 乾脆把那個白木耳加進去 對啊 可能要加黑木耳 再加 為什麼無效 因為這個林杰良醫師 很早以前就貴死我了 真的啊 要喝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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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的大骨湯 才抵得上一杯牛奶 這樣子 對 然後你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喝那麼多碗的大骨湯 才抵得上一杯牛奶 你無形中又喝很多很多脂肪 高脂肪 然後你為了吃那個大骨 你可能還吃得像你那個肉吃很多 剛才謝宜芳老師有講喔 如果動物性蛋白質 才吃太多 對鈣是不利的唷 那三位專家幫我們舉一下牌 喝大骨湯補鈣有沒有效呢 可不可以補得到 剛剛已經呼之欲出了 好 全部都是沒效 甭喝了 好 為什麼呢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台大醫院的這個營養師 陳惠君有做研究喔 隨著熬煮的時間延長 骨頭湯裡面的鈣濃度會增加的 但是結果很令人意外 好 比如說豬肋骨 骨頭湯你熬三個小時 每毫升有1.3為克喔 很少喔 那豬腳的話 熬三個小時是1.5為克 那豬肋骨的骨頭湯熬了11小時 哇 這已經夠好喝了 才每毫升大概4.3為克 那豬腳的話 熬11小時是4.7為克 那大骨湯如果再加一些醋的話 鈣濃度會增加25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加醋的大骨湯已經夠濃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喝大約28碗 才能夠抵上一杯牛奶 因為它都是微克嘛 對不對 那其實是骨頭的鈣 我是覺得比較危險就是說 它除了鈣以外之外呢 它可能裡面還有其他的重金屬 我們可能喝下去的話 我們需要重金屬 譬如說像鉛之類的重金屬 順便也喝進去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是還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吃 你本來剛剛那張錶上面的 涵鈣多的食物 我是覺得吃深綠色的蔬菜 是最安全的 深綠色的蔬菜 不但能夠補充鈣質 又不用擔心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這洗乾淨 還有黑白木耳 潘老師補充一下 為什麼這個骨頭裡面 我們不是說骨頭裡面有鈣質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骨頭都煮了11小時 鈣這麼少 我想大家先從數字上來看 維克跟豪克差1000倍 那我們通常講這個食物含鈣質 都是每100公克的食物裡面 含有多少鈣質 或者每100CC有多少鈣質 因為我們一般假設密度是1 所以100公克大概就等於100CC 如果液體的食物就是100CC 如果是固體的食物大概就100公克 這是營養血量最常使用的 每100公克裡面有多少的鈣質 那因為我們每人每天呢 需要至少1000毫克 很多耶 1000毫克不是微克喔 1毫克等於1000微克喔 所以因此我們要1000毫克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在吃多鈣的食物的時候呢 通常來講 希望100公克或100CC 至少是100毫克以上的食物 叫做高鈣 叫做高鈣 那麼以牛奶來講呢 它如果以100CC來講呢 大概都超過100毫克的鈣 超過100毫克 所以那如果你從這邊來看的話呢 如果1毫升是1.3為1克 如果換成100CC它是多少你知道嗎 0.13毫克 對 好少喔 你喝100CC的骨頭湯 只有0.13毫克 就一小碗 好少喔 對 很少啦 我現在一杯牛奶是100多毫克 對啊 它只有0.1毫克 對 你認為它很多嗎 太少了 那結果呢 我熬3個小時 我已經把那個火浪費到我家的瓦斯 都已經很多了 我還只有它的千分之一的鈣寒量 對 結果呢 我花3倍到4倍的時間 我再花瓦斯錢 結果才變成0.47毫克 你認為是不是很無聊 對 無聊到了幾點 對 對 量低到真的不行 所以因此我想我就單從數字上告訴你說 這種叫做根本不含鈣的湯 因為我們希望至少它要1000毫克 要100毫克以上 每100CC或100公克才叫高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根本划不來了 對 更何況如果我們到外面去想說那個拉麵 哇 那個大骨頭好白 那是調出來的 調出來的 那就更不含高鈣了 還有大家會加醋 這邊的研究也是說沒有明顯增加 對 雖然比它本來增加多 但它本來就少嘛 對不對 那你本來就是一粒沙子 那你好歹四倍就四粒沙 那牛奶一下就把你淹死了 對不對 所以是這個問題 那主任有沒有要補充 有沒有很多病人問您說 那我骨質疏瘦 那我要多補鈣 到底要怎麼補鈣會比較好 補鈣還是 除了飲食牛奶 還有這個我們中國人不太吃起司 那些東西 我想這個國外吃了很多 我想這個 起司 年輕人就存骨本的時候 那補鈣 那是從食物 還有另外就是說 蛋白 在台灣的話 蛋白質的人吃得太高了 大魚大肉 大蛋白 這些蛋白質剛才講 蛋白質吃太多 會影響到這個鈣質的吸收 所以年輕人存骨本 那基本上這種用骨頭熬湯的話 大概是已經不太適合 阿嬤時代 阿嬤時代 所以我們觀念要改 觀念要改一下 當時江守山醫師他好像推薦 豆腐 就傳統豆腐加魚 對不對 他說是滴嘛 就是他那個魚裡面有滴 再加上那個豆腐裡面有鈣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組合 對不對 魚湯 魚湯要加豆腐喔 魚跟豆腐 這樣可以互相的加成作用 是不是 魚湯老師 其實如果說按照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倒不如吃白木耳 裡面含維生素D含量比較多 白木耳加鮮奶下去 是不是鈣根D都有 好 白木耳加鮮奶 那個對蠻好吃的 黑木耳芝麻芝也很好 黑芝麻加黑木耳 打橙芝也是很好用的 這樣子打橙芝也不錯 對 這更進一步了 好 那事實上呢 現在外面有流傳一個偏方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自製高鈣醋 怎麼自製高鈣醋呢 它富含1800毫克 1800毫克 1800毫克的鈣質 對 當成料理醋 它怎麼做呢 我們把乾淨的蛋殼 它先洗乾淨了 蛋殼碾碎弄碎了以後 擺在醋裡面 擺在一小杯醋裡面 等待醋酸發揮 那個完全溶解蛋殼以後 那就這一小杯醋呢 就相當於1800毫克的鈣質 也就是說蛋殼裡面的這個鈣呢 應該是蠻多的 融進去 那可以比較烹調的時候用的醋使用 換句話說 1800毫克的融化的蛋的醋汁 當作這個料理醋 當作料理醋 那我們現在現場呢 我們就也有做一個簡單實驗 對不對 怎麼做呢很簡單 就是把這蛋殼弄碎了 然後這個是一杯那個醋 我們把它擺進去 擺進去這樣泡 然後呢有時候會冒一些泡泡 表示有在溶解了 那我們擺了一天以上呢 好這個就是我們製作單位做出來的 蛋殼醋 所以這個蛋殼醋呢 就可以當作一般的料理來用 那宜芳老師這個可以嗎 這個真的它的鈣 蛋殼的鈣就融在醋裡面 然後我們當料理醋肉 它最主要裡面是碳酸鈣 其實好像醋蛋 這個應該是怎麼講 這是一個做法啦 其實醋蛋這種料理的話 我們臨床上常常碰到病人在吃 那早期是他們那個糖尿病的病人 都有個謠傳認為是說 吃醋蛋可以治療糖尿病 所以早期我們聽說有這個偏方 那偏方怎麼來呢 是大概中國在五千年之前 就知道把蛋 尤其是烏骨肌的蛋放在醋裡面 把它整個泡掉 它不是只有蛋殼 它整個把它泡溶之後 整個泡進去 然後把它打散來吃 是 它認為說那個可以治療一些高血壓 糖尿病 然後後來呢大概在 應該是二三十年後 日本又開始流行這個偏方 所以日本人非常流行吃醋蛋 那後來慢慢的流程到台灣 台灣就很多糖尿病病人 大家在吃這個醋蛋 不過這個醋蛋有個危險 就是說我們它裡面 蛋殼有沙門斯菌感染 所以一定要足夠 所以這個醋蛋 料理是可以 有煮過可以 煮過 不能這樣子就是 不能這樣喝啦 其實是很危險的 對 不能這樣喝啦 可能會有一些細菌感染的問題 潘老師你覺得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試試看嗎 還是有什麼風險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如果正常的吃食物 然後依照我們健康統領會 介紹這個食物 其實大概鈣就可以了 而且剛剛劉主任也特別提到 就是我們古中 不是只有鈣的問題 我們發現是還有運動啊 陽光啊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你把這個雞蛋洗乾淨 然後泡了醋之後 濾掉殘渣 然後你是煮飯煮湯的時候 你反正都要加醋 對 那你是把醋加起來 你還是有滾過的話 對 那我也不反對 因為為什麼你就是等於 把鈣再加進去 因為這個鈣都 不會因為溫度而不見 你煮到100度 它還是在 永遠都在 它永遠不會跑掉 對 我還是必須強調 大家一直把focus放在鈣 其實現在慢慢很多文獻告訴我們 不只是鈣 譬如說大豆預防銅 甚至就是說 像男性更年期的那個 古松呢 跟所謂的DHA 或EBA 那種魚還是有關係 所以其實說 對男性預防古松的話 不是只要針對著鈣 可能針對其他食物 都要一起看 比較重要 所以我建議說 對男性而言的話 還是多吃蔬菜水果 然後再加上一些很高鈣的食物 可能會有幫助 女性也是一樣 多吃一些黃豆製品 那多吃含高鈣的食物 多吃新鮮蔬菜水果 才是預防古松的最好的根本 是從天然食物 剛剛潘老師有提到說 要做運動 我們不只要吃 從食物裡面補鈣 對不對 那要做運動 也是能夠強化古本的 而且強化古本 要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做 那有哪一些 我們請著主任來告訴我們 有哪一些運動 是有利防古松的 那看起來 有一些運動是無效的 無效防古松運動 有一些是有效的 那這要怎麼樣區別 哪些是無效 哪些有效 運動這個 預防股質疏鬆 或者治療股質疏鬆 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效 所有的運動 一定要有重力 重力 所以這就是要反彈力 就是換句話說 重力 重力就是要複合力的 比如說 跑跳 跑跳的 打球這些 跳著 打籃球 跳起來有震動下去 腳跟可以反應力量 反應到身體 包括走路 走路可以 要走快走 要走多一點 要輕鬆的走 慢慢的走 可能那些就沒有效 是 這種一定要 或者是舉重 把肌肉 也給它練到的那種 都可以 所以太靜態的 那就比較沒有效了 像這種騎單車的話 騎小號車沒有 這現在好流行耶 這個可以 要有爬山的人 高能量 騎單車爬山 一般來講的 普通的騎小號車 我們在公園這樣騎 這個大概覺得沒有效 還是有效啦 消耗脂肪熱量等等 但是對股松來講 是沒什麼用 游泳呢 游泳的話 因為有福利 因為腰椎不好的話 那是 那是 這個 建議最好的就是游泳 為什麼 它沒有 腰椎不好 沒有給它負擔 沒有負擔的話 就是沒有力量給它 所以這個游泳 基本上 這個 對股質疏松 部分好 但對股松可能沒什麼用 那像太極拳 因為重力不夠 沒有反彈力不夠 像這種 跳繩 跳繩 打籃球 打羽毛球 又跳起來 有那種反彈力量 或是慢跑 這些 爬樓梯 慢跑 舉重 這些都是很好的用 不過主任剛剛有講 我們年輕就要存股本 那可是現在講到 有效防股松 這些運動 有一些中老年人 他這個膝蓋 有的已經就退化了 對 可是他看了這個 他說 可是我就走路 我沒辦法快走 慢跑 可能膝蓋會痛 爬樓梯 可能也不舒服 那怎麼辦呢 還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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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做什麼 護膝的那些動作 對 那要好好看他的膝蓋 有沒有退化到什麼程度 那你剛剛講到說要護膝對不對 對啊 那護膝究竟要怎麼樣會能夠比較保護我們的膝蓋呢 進廣告 廣告回來就告訴您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做運動的時候都會買護膝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個護膝有這樣全全覆蓋式的 一體成型的 還有中間挖個洞的 還有一條線的 那究竟哪一個能保護我們膝蓋 膝蓋來講 這種的話 就是說有 膝蓋當然原因很多 發炎裡面韌帶受傷 關節面受傷 保護膝蓋是這種 限制他的活動 讓受傷的膝蓋慢慢會 會預防他的這個受傷 所以這種是一個很好 那這種呢是 冰骨後面的關節炎 如果我們彎起來的話 你這個全套式的話 冰骨後面關節炎在哪裡 這個就我們膝蓋骨後面的這個 這個膝蓋骨後面有一個關節 可能看我的比較清楚吧 膝蓋骨 膝蓋骨後面 這個後面有一個關節 後面的發炎 發炎 所以你爬樓梯 上下樓梯 你要挖個洞 因為你不要給它壓力 OK 你不要給壓力 那我們一般匯化性關節炎呢 這樣子 用那種 好 了解 那這種呢是 我們運動以後肌腱發炎 譬如說就是膝蓋骨 跟這邊的一個韌帶 這邊韌帶發炎 那我們限制他的這個活動 然後這裡發炎 所以用這個肌腱發炎 這是肌腱發炎用的 這個是冰骨後面有關節炎用的 這個是我們一般人 用的 保護 那同時它運動的時候避免再傷害 為什麼 它有本體這個保護 它知道有個東西在 它不會去讓它再使用過 對 好 所以我們一般人這樣子是OK的 這個是比較有特殊需求 對 冰骨 冰骨 然後這個是韌帶 韌帶 對 了解 好 會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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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後一會 請問一下 昨天會 還看 有沒有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